天地匹 匹 匹之匪人 不逆君子争 大王小来 出六 拔毛如 以其会 争集亨 六二 包成 小人集 大人匹 亨 六三 包修 九四 有命无救 愁离止 九五 修匹 大人集 其王其王 寄予包丧 上九 清匹 先匹后洗 拽曰 匹之匪人 不逆君子争 大王小来 则是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 而天下无邦也 内阴而外阳 内柔而外刚 内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也 相约 天地不交 匹 君子 以简德 辟难 不可容 以怒 匹挂 象征 闭塞 一个封闭的社会 人们之间的来往 是不通畅的 天下 没有便利之处 君子 必须坚守 正道 这时强大者离去 弱小者到来 相词说 匹挂的挂象 为昆下 前上 为天在地上 自表象 天在极高之处 地在极低之处 天地阴阳之间 因而不能互相交汇 所以时事闭塞不通 这时候君子 必须坚持 勤俭节约的美德 以避开危险与灾难 不能谋取高官 及丰厚的俸怒 去追求荣华富贵 初六 拔毛如 以其会 征集亨 相曰 拔毛征集 志在君也 初六 拔起一把茅草 只见它们的羹 连在一起 勿以类聚 找它们时 要以其种类来识别 结果是极强的 亨通 相词说 拔起茅草 其根相连 结果吉祥 说明忠心耿耿 有位君主 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 六二 包成 小人吉 大人匹亨 相曰 大人匹亨 不乱唇也 六二 阿语逢吟 有权势的人 小人因此获得吉祥 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否定了阿谀奉承 则是吉祢的 相词说 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否定了阿谀奉承 则是吉祢的 因为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是不能与小人为伍的 六三 包修 相曰 包修 为不当也 六三 由于受纵容 而胡作非为 终于招致羞辱 相词说 由于受纵容 而胡作非为 终于招致羞辱 说明此时处的位子不正 九四 有命无救 愁离止 相曰 有命无救 智行也 九四 奉行天命 替天行道 开通闭塞 没有灾祸 大家互相医护 都可以获得福分 相词说 奉行天命 替天行道 开通闭塞 没有灾祸 说明要实现 疾困浮危 替天行道的志向 九五 修彼 大人疾 其王 其王 寄于包丧 相曰 大人之疾 位正荡也 九五 慈世闭塞不通的局面 将要停止 德高士隆的大人物 可以获得吉祥 据安思危 常常以不久将要灭亡 不久将要灭亡 这样的警惧来提醒自己 才能像季节在一大片丛生的山树上 那样牢固 安然无事 相词说 德高士隆的大人物可以获得吉祥 说明此时处于居中位置 何事得当 上九 清脾 先脾后洗 相曰 脾中则清 何可长也 上九 时事闭塞不通的局面将要改变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起初闭塞不通 后来顺畅通达 大家欢喜高兴 相词说 闭塞到了极点 必然要发生颠覆 物极必反 脾极太来 一种局面不会长久持续不发生变化的